哇 馬鈴薯 意思是叫什麼 馬鈴薯 哇 馬鈴薯 怎麼這麼多馬鈴薯 全部都是馬鈴薯 哇 這個是種馬鈴薯的地方 有一個媽媽 還有兩個兒子 他們每天都在種好多好多的馬鈴薯 奇怪馬鈴薯有什麼故事 是一直吃馬鈴薯的故事嗎 還是一直 帶馬鈴薯的故事 不是對不對 馬鈴薯啊 馬鈴薯 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 哇 很久很久以前 有兩個國家 一個國家在東邊 一個國家在西邊 有一天 這兩個國家就開始打仗 你知道打仗是什麼嗎 打仗 對 就是攻擊對不對 紅隊的士兵啊 就攻擊藍隊的士兵 藍隊的士兵也很生氣啊 還有回去打紅色的士兵 所以啊他們每天都在打仗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都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而且啊 如果打仗累的時候 在休息的時候啊 他們就會補他們破掉的衣服 因為打仗的時候 有時候衣服會破掉 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可能還會流血啊 是不是 所以他就開始有些人 包紮他的頭啊 然後有些人補衣服 然後還要準備那個彈藥 就是要攻擊敵人的那個武器 要把它弄一弄啊 還有刀子啊 如果那個沒有很力的時候 要把它磨一磨啊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去打仗了喔 啊在兩個國家間呢 有一個山谷喔 這個山谷裡面啊 住著一個 住著一個房子 有一個房子 房子裡面呢 有一個媽媽 兩個兒子 還養了很多的母牛跟小雞喔 還有一大片的馬鈴薯片 這裡全部都是馬鈴薯 他們啊 他都不想要去看人家打仗 所以呢 他們就自己把自己圍起來 住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你們不會看到人家打仗啦 因為打仗都殺了一殺去對不對 可能有些人都會受傷 所以他們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他們就把自己圍起來 哇這兩個男人